说起拳击很多人都会想到泰森 作为史上最年轻的重量级拳王 泰森有着超越凡人的拳击和身体素质 然而这样的泰森竟然也有失败的时候 这是怎么回事呢 90年的时候在东京比赛上 泰森迎战道格拉斯进行到第10回合的时候 泰森就被道格拉斯一击中拳直接KO 成为了拳击界最大的冷门 东京战失败后 泰森复出打霍利菲尔德进行到11回合的时候 霍利菲尔德的技术全命压制泰森 让泰森喘不过气来 之后在两番战中泰森依旧失败了 之后的三次失败都来自于泰森的生涯末期 当时的泰森生活过于糜烂 导致自己的禁忌状态下滑很快 自己经济也因此崩塌 所以才需要不断出来打比赛来维持生活开销 这样的泰森竟然成为了活靶子 连连早遇对手的迎头痛击 曾经大杀四方的野兽泰森竟然会沦落到这股天地 这不时叫人感到心酸 但是泰森心中的战士之魂依旧存在 在和道布拉斯的比赛中 泰森的牙套被打掉了 他二话没说 见其牙套塞入口中 挣扎的站起来继续战斗 泰森依旧是那个散发着王者旗帜的男人 你们觉得呢 泰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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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森